全能神经典话语 看看这个普通的人 对你是不是很有帮助 看看神是不是做了很大的工作 不过我还是要告诉你 挪亚时代的人吃喝嫁娶 到了神难以目睹的地步 神用一场大水将所有的人都灭掉 只留下挪亚一家八口 与各种飞禽走兽 而在末世神留下的 却是所有对神忠心到底的人 同样都是神不忍目睹的 败坏窒息的时代 同样都是败坏的 并不认神为主的人类 神却将挪亚时代的人都灭掉 同样都是使神伤心至极的地步 但神却对末世的人忍耐至心 这到底是为什么 你们从未想过吗 如果你们真的不知道 那我就告诉你们 神能恩待末世的人 不是末世的人比挪亚时代的人败坏的浅 也不是末世的人对神有悔改的意思 更不是末世的科技发达 神不舍得灭掉 而是神要在末世的一般人身上有工作 是神要道成肉身亲自做着工作 而且 神要选这一般人中间的一部分 作为他拯救的对象 作为他经营计划的结晶 而且带这些人进入下一个时代 所以 不管怎么说 神所付的这一切代价 都是为着末世道成肉身的做工而预备的 你们能有今天 都是因着这个肉身而有的 你们是因着神在肉身中活着 而得着了存活的机会 这一切的福气 都是因着这个普通的人而得着的 不仅如此 最终万国都要敬拜这个普通的人 都要感谢这个小小的人 都要顺服这个小小的人 因为是他带来的真理 生命 道路 拯救了全人类 缓解了 人与神的矛盾 缩短了 神与人的距离 沟通了 神与人的心思 也是他为神 得着了更大的荣耀 这样的一个普通的人 不值得你相信 不值得你仰慕吗 这样的一个普通的肉身 神不配称为基督吗 这样的一个普通的人 不能成为神在人中间的发表吗 这样的一个使人免去了灾难的人 不值得你们爱恨 不值得你们挽留吗 你们若弃绝他口中发表的真理 又讨厌他在你们中间生存 那你们的下场 那你们的下场会是什么呢 神在末世的工作 都是凭借着这个普通的人 他会赐给你一切 他更能决定你的一切 这样一个人 能是你们所认为的 简单的不值得一提的人吗 他的真理 不够使你们心服口服 他的作为 不能使你们眼服 还是他所带领的道路 不值得你们去走 到底是哪一样 能使你们对他反感 又对他弃绝回避呢 发表真理的是这个人 供应真理的也是这个人 使你们有路可行的 也是这个人 你们难道 还不能从这些真理中间 寻找神做工的踪迹吗 没有耶稣的做工 人类不能从十字架上下来 但没有今天的道成肉身 从十字架上下来的人 永远得不着神的称许 永远不能进入新的时代 没有这样一个普通的人的来到 你们就永远没有机会 没有资格 看见神的本来面目 因为你们都是早该灭亡的对象 因着神第二次道成的肉身的来到 神宽恕了你们 神怜悯了你们 不管怎么样 不管怎么样 我最终要告诉你们的还是那一句话 道成肉身的这个普通的人 对你们至关重要 这就是神 神已在人中间做过的很大的事 阿姨 阿姨 神